就是這一個這一個店 喜歡它 因為它裡面的容量很大 而且不可以說非常多的料理 重點就是丟進去裡面之後不用復活 那我希望這一個影片呢 可以引發大家覺得 只是在家裡面說 健康的料理真的是 沒有想像中這麼困難 還有花這麼多時間 金屬年開始過一個健康的生活 自己備餐 Hii 大家好 我是小V 恭喜發財 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希望你越來越漂亮 男生越來越帥 有寶寶的話 寶藥乖乖 聽聽話話的健康長大喔 那這一支影片呢 應該是我過年後發給大家 第一支的實用影片 答應大家很久的電鍋備餐 今天呢我們用的電鍋就是這個電鍋 我發現台灣 它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東西 因為它裡面的容量很大 一吃過可以說非常多的料理 重點就是丟進去裡面之後 不用復活 我們今天呢是有目標的喔 所以我們做上的這一些東西 但是這個就是 試餐完全不一樣的料 是不是 現在看一下材料吧 今天的材料呢很豐盛 但是也很簡單 雞胸肉 這海鮮呢就在全年買回來 就好了 然後這個要浸泡一下 凸沙子 九層塔 葉子 小番茄 蔬菜呢我選了櫛瓜 蘭瓜 還有這個是 紅喜鍋 煮食的部分呢 我有這個最近還蠻常用的 私配兒特麵 這個麵呢其實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很耐煮 如果你用電鍋煮其他的麵的話 應該會爛掉 但是它不會 再加熱的話呢 它的口感也 還是可以保持 而且它有一點點堅果味道 非常的好 又健康 另外一個呢就是里麥 他們除了GI值比較低之外呢 他們的蛋白質也非常的高 很好吃很好吃 也很健康的辣醬 你看它不會像普通的辣醬這樣子 有一層油 它不是辣椒油喔 成分也很天然 而且它用了很多香料 所以它除了辣之外呢 還有還蠻多 不同的刺激給你的味覺 這個橄欖油 柔軟風味的 低糖花生薑 所有的材料要分兩次 來放進這個電鍋裡面 因為蔬菜的部分呢 它只需要外鍋半杯水 就已經非常的熟透 但是其他呢就需要一杯 全部滴進去的話呢 它蔬菜就會爛掉 先準備蔬菜的部分 把這個瓜切成一顆顆的大小 這個南瓜然後直接吃進去就可以了 太難切了 所以我 蒸熟之後再切好了 放杯水 這個南瓜然後直接吃進去就可以了 好那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準備我們的主食 我也是會準備這個 玻璃的 因為我最近呢 在減糖 所以我的澱粉的比例呢 會變少 所以呢 我的盒子也用比較小的 4K2側面呢 拿來的時候就會抓 大概半碗的分量 一定要蓋過那個麵 不然呢 它煮起來上面的 就算它熟 但是也會硬硬的 所以一定要把它蓋過 小番茄大概已經 洗過了 我就會把它放在上面 等一下爆了 就會吸了它的汁 這個是 梨麥 有關於梨麥跟水的比例呢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因為我已經失敗過無限制了 如果你用鍋子煮的話呢 水是2 梨麥是1 那如果你是用煮飯那種電鍋去煮的話 比例是1比1 但是如果你是用這一種電鍋去煮的話 請你梨麥2 水1 因為裡面有很多水蒸氣 如果你水太多的話 它根本就是一直都水水的 海鮮的部分呢非常的簡單 只要把它乾 鋪在這個爐肋上面 但如果你很怕心的話 可以加一點薑 好 最後呢 這個雞鬆肉呢 我們就會做兩個不同的口味 第二個呢 我們就不用煙直接放在這裡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有其他的調味 這就是我們的主食跟蛋白質 那pat的人 雞蛋 其他的不出本 1 fre Dru wig3 等一下也會煮水 2 这个南瓜呢 它叫做栗子南瓜 它 真的很像栗子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 就是淀粉类的蔬菜里面 就是地瓜 山药 玉米 那一些里面呢 只是南瓜的糖类是比较低 而且它的热量也比较低 它也含有丰富的三十纤维 所以剪中的时候呢 我也很爱吃南瓜的哦 好了耶 我们一起拔开看看 酒餐糖的味道超香 哇 你看这个意大利面 这个番茄 已经辣掉了 可以把它放进去 盖子 很好吃的 把茄液到里面了 我以为你滴满分 这样子我们做好之后呢 其实大家就可以 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吃 还没有要吃的时候呢 就盖上盖子 全部放冰箱 煮开 录到现在 大概就真的只有半小时 其实你有时候出去吃 虽然是比较简单 不用准备那么多东西 但是如果出去吃四次 你坐在那边等它做的话 每次大概等十分钟呢 其实也要等四十分钟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做了 是没有比较花时间呢 好 那下一个步骤就是 大家看我怎么样 把它们变成 四个不一样的料饼 很喜欢这个便当盒 可以把淀粉跟其他东西分开 因为里麦真的很有饱足感 所以我把三分之一格 放了红喜菇 加了辣酱的鸡松肉 已经非常够味了 其他的部分 我只撒了一点点的盐巴 黑胡椒跟海苔 够简单吧 第二款是我的私房食谱 下面的沙拉菜 我放了一点点罗勒橄榄油 罗勒的香气 让沙拉变得大触及水准 南瓜带软软的口感 让沙拉不会干巴巴 又冲击 鸡松肉了 我试成一细丝 配上低糖花生酱 这种吃法你有试过吗 爆炸好吃的哟 桀瓜爽脆 南瓜软绵绵 虾子鲜甜 这个配搭口感超赞的 我同样加了罗勒橄榄油 还有一些意识香料 跟黑胡椒 简单的调味已经非常好吃 我喜欢吃的时候 微波道有一点点的温度 最后再加一点点的酪梨了 就非常完美了 哈哈 这款我也是加了盐巴 跟罗勒橄榄油 这个罗勒橄榄油 太白大了 我真的好爱它哦 这个pasta吃起来了 比较清爽 跟外面吃到一大坨酱的那种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大家看我做的便当呢 调味都比较简单 只是这样更吃得到食物的原味 而且口味只是一种习惯 大家今年一起接到重口味这个坏习惯吧 我就已经爆好四个便当 有没有觉得这些便当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怎么猜都猜不出来是电锅做的对不对 电锅其实就是正东西嘛 怎么可能做出这么漂亮的糖糖呢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赞 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看看 订阅订阅 订阅你订阅了没 订阅之外呢还要加我的IG 因为我的IG呢就是会做很多 有关于健康的便当 还有我每天生活吃什么 我还有一些生活 健康生活的小分享 大家一定要加我的IG 最后面呢 我有问题我真的很想问大家 我一直以来就是常常拼命在说 大层便补 到底他有什么这么厉害 是不是很急得入手呢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